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星期日沙田馬場將會上10場賽事 會用上A加三跑道 這條跑道上次用多久之前 國慶日當日挺有趣 上半場樓後那些馬可以追 你看看環保動力 樓後扔個大彎都可以追得到輕鬆地贏 但去到下半場一壓地之後 跟前守好位的馬就佔有很大的優勢 樓後只有一隻大超班的好運多贏 是贏得到的 到底星期日的情況是否這樣 我想都是看完頭一兩場才再作定奪 看看剛剛星期三重化軍團的成績 有馬贏的四場八號指雲星 突然間星期三那場放得出 贏了回來 接著到第七場 那場就是這個激賞 都跑得相當好 把握了機會 因為減了九磅對他們來說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其餘入位的馬都挺意外 第三場的旺財生輝和十二號 佔順明區 那隻佔順明區特別是 我上次都說 他夜馬來地 都是比較夜盲一些 未上的名字連菊草 今次終於打破了數據 至於美場的金地飛客 亦都跑得相當好 跑了第二名回來 看看星期日那些重化軍團又如何 頭場四號 永常起 這隻馬去了十三日 今次隔了十三日再跑 不是十三日 隔了一個月再跑 我相信對他都有些幫助 接著第二場 這場就是二千米的賽事 七寶 都是去了重化十三日 但上一場你見他田草千八米都不太追 我覺得這隻馬 暫時的成熟程度都不夠 到第四場 有四隻馬 一號的很有益 近來徐宇石的重化軍團 成績都幾好 他在四班有些好處 問題是 今次沒有了內蕩幫一幫 看看幫得到多少 第四場四號 美麗動力 今季是沒有特別走勢 看看上次就 食慾不振退出 我看過 贏面都不大 七號 及時行樂 今次撿了一個外檔 對他來說都是 比較難跑一些 但是埋門試襲 你看這隻馬 開始見有些走勢 今場對手弱 會近的 至於十一號太益善 傷患情況都幾多 九月二十一號 右前腳的球節 軟骨受傷 休息到現在才再出 試襲隻馬都肯追一下 但是 這麼久沒有跑 都是我自己的觀望態度 第五場一號 陸勇士都去了重化十三日 今次落班 找偉達 我相信這場拼命的 但是問題是 是個檔位令到他可爭欠穩 看看會不會是另外一隻彩幅 至於九號二勝雙級 馬翻步都幾慢 轉了馬房 我覺得這隻馬 都沒有什麼進展 第六場三號 這隻型多福 插班之後 上一場都輸得比較遠 上一場一千米斤斤都散 我覺得這隻馬 插班之後 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 至於四號 喉煌區 都去了十三日 有個好檔 我覺得有遮擋 對這隻僵口重的馬 會有幾大的幫助 還有蘇紹輝 騎這些馬 都有一些心得 再來就是八場一號 加州多寶 初出的 在十月十二日才開操 試了兩貨集 這些這麼大舊的馬 你看它試襲 都還立一些 力度不夠 到十二日 歷期先鋒 今季初出 去了重複111日 健康都比較大問題 七月四日 左前腳不良於行 接著九月二十七日 亦都是 再次左前腳不良於行 停貨 停了二十三日 試了四貨集 但那四貨集 都是一般 可以回來 好了 星期日我的馬膽來自第六場 你場四班千二位 看下去快的馬都有幾隻 凌多福 還有隻老友記 都有機會快 我選那隻馬 今次下班 撿到一個好的當位 希望都可以贏一場 就是一號 老友葳葳 上季其實你見隻馬 減分 減得很慢 輸了十場 但評分又76分 減到季尾 竟然只是65分 只減到十分 十一分 對他來說 都是比較苛刻 暑期減了四分 又不讓他下班 沒辦法 馬房選擇一出 即是季初一出 立即動手 你看那一場 跑得如何 去一下電腦 這場 黃色衣服就是老友葳葳 前面方和近之騰雲 你看老友葳葳都沒有跑錯 排過內檔 入到直路移出來 在一隻 有型喜旁邊 就被他吃了個位 這裏要再等 你看賴維銘這裏 都要再移出來 才能看得到 最後 被一隻開心神驅走順了 他拿了第二名回來 都欺如其分 都壓到有型喜 近之騰雲 遇風泰這些比較側身少少的馬 看看側鏡 都是纏上來追的 但是 開心神驅再出都再贏 水準都可以的 可以回來 之後跑四場 其實四場都有藉口 一場就是國慶日 當日就是A加三跑道 下半場 這隻馬追不到 即是很難追 之後兩場想去谷草鑑山吞 但是沒有辦法 撻不著 即是一籤短就是短 之後再上一場下雨 這個場地對他來說 亦都是不合適的 今次下班 對的對手不同 排個好的檔位 希望都可以幫賴維銘 贏回一場 今次我的馬膽推介 就是第六場一號 盧友葳葳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 我們MHK台長的宣布 今集就是我們一級賽馬方程式的最後一集 在這裏好多謝各位 一直以來支持這個節目 我們有緣再見 拜拜